我叫张文祥 是一名来自新疆大学的支教老师 虽然说支教工作已经结束两年了 但是我一直牵挂着我的孩子们 他们就像一群精灵一样 牢牢地住在了我的心里 因为父母也没有条件给他们拍照 于是我就用我的镜头 尽量去多拍一些 记录他们的成长印记 再次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 来到了这个我曾经生活工作的地方 村子里的变化很大 人们的脸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什么时候考试你 这个孩子是我以前带过的学生 他叫皮尔达威斯 现在已经长得这么高了 转眼间已经上了二年级 他的发音说得特别好 喝水 正汪轮 唐雨白 雨白全都将运行 不闻爱上他歌手 潮花堆水深千识 不急汪轮送我钱 真棒 没上幼儿园的时候 他不会过语 还不会黎马 现在早上自己洗脸洗手 每天晚上他自己洗澡 他的过语很好的 他们很喜欢张老师 我们家长们也很喜欢张老师 这里就是洛克乡幼儿园 是我曾经带孩子们学习的地方 2016年的10月 和首批三千名支教干部 来到了南疆四地州 开始了支教生活 刚来的时候 这里条件并没有这么好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了解 五彩斑斓的世界 我专门给孩子们画了很多强画 这次回来 我准备给这些强画 再上上颜色 现在幼儿园的条件越来越好 孩子们学得好 吃得好 玩得也好 生活多姿多彩 小身板茁壮成长 每年他们还能享受着 2800块钱的营养餐补助呢 是什么 你的妹妹呢 妹妹在哪里 在那里 我家里 在家里是吗 是 老师给你买个变星金刚 在汽车里面 老师等会儿 把变星金刚给你 给这两个孩子的变星金刚 他们也都期待了很长时间 这上次给你儿子 这次每个孩子都拿到了 我给他们的照片 每张照片还带着 我们新疆大学的logo 看着他们如此的开心 我真的特别期待 十几年后 这些孩子会拿着这些照片 来到新疆大学和我重逢 他自己说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上新疆大学 看张老师的 老师您辛苦了 我想摘下一片伞侠 做成温暖的皮肩送给您 老师您辛苦了 我想摘下许多星星 做成亮晶晶的项链 送给您 老师您辛苦了 我们在心里感谢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的耳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